HELLO 到了這個2017年最後一集的缺戰中華了 這樣就有一年了 一年都說不容易說難不晚 今天就剛剛好 天時地的任何時間上 送一份大禮過來 都不說送一份大禮 終於你知道那份大禮是什麼 打開我 打開看 只不過是這樣 今天就是人大最終通了一個決議 就是一地兩檢的方案 林鄭相關的三部決議成第二部 林鄭相關的三部決議 就是人大已經通了決議 即是大蛇窄蟹 一言九鼎 所以都不用反口 之前我都已經說過很多次 實在最後的法治是什麼樣子 因為真是爽口 都想不到有什麼法律藉口 基本法的框架 不是釋法 釋法都不用了 當初幾年前已經寫了一篇文 一地兩檢通過之日 香港這個基本法玩完之時 大家明白為什麼 不是那麼多人經常說這件事 因為香港人習慣了 是用香港的司法概念 去理解基本法和國兩制 其實不是這回事 不是無法、止法、主體立法、副術立 已經不是這個概念 所以人民代表大會是主權機構 所以人民代表大會是主權機構 用回李菲今天的解釋 那個字眼 很清晰 除了一言九鼎之外 一言九鼎是一個結果 為什麼可以一言九鼎呢 因為蕭公剛才說過 是一個蘇惟開的體制裏 包括了很多權 立法權、堪督權 大職權 就是主權 所以李菲演講得很清楚 為什麼他能夠一言九鼎呢 就是因為根本說什麼就是什麼 就是嘛 就這麼簡單 所以挖抖我們 一向都寫在場上很明顯 大家爭取金 只不過是 基本法都不是一個最終權威 不是最終權威都不重要 正如他所說的 基本法是可有可無的 有兩個可能性 他的解釋是這樣的 就是這件事是當時未有的 當時沒想過嘛 所以我們就 鬼魄沒這麼說了 當時沒想過的 沒有才是 我們用回蕭公剛才所說的 就是我們正常 就是我們覺得正常 我們的正常 我們的正常 如果法律涵蓋不到現實 就增加法律 收改法律 通過法律的程序 來付權政府 如果要選擇 就應該要收改基本法 所以就是香港經常 拗來拗去 用了香港的思維模式 甚至是英國習慣法的思維模式 去理解蘇維 是不可能的 這件事 正如剛才馮博所說的 立法程序為何這麼重要呢 因為在這個習慣法的概念裏 如果你沒有法律基礎 政府是沒有權的 你搞清楚這件事 行政機關是沒有成餘權力這件事的 所謂有權力一定是通過你的立法程序 授權力才有 否則不會有所謂越權的概念 ultra virus 越權 也就是說 你在習慣法國家裏 有成民憲法國家裏 你會有越權力的概念 但在蘇維埃的憲制裏 是沒有越權的概念 中國用了那個字眼的 就叫做聖餘權力的問題 聖餘權力既然在人大 一黨專政 還在民主專政的情況下 所謂聖餘權力 就在主權機構那裡 概念是什麼加科呢 就等於英國有三權分立 但有一個位是沒有三權分立的 就是英女王的位 也就是在王權下分裂出來的三權 去到最終回到王權那裡是不分的 只不過是英國有所謂的君主立憲 皇帝自己通過國會的立憲 來限制自己的權力 所以你才見不到蘇維埃 這種所謂的聖餘權力的概念 你看到英國也是 就算你所謂的司法上訴 去到最終書物園 書物園誰坐在那裡 皇帝坐在那裡 所以其實都是主權來的 蘇維埃只不過是很明顯地 不要這個表面上的所謂君主立憲 那樣的立憲 而將君主放在台前的意思 所以勝於權力全部在人大 那就一言九定 即是皇帝要算 就很簡單 浸積法律 浸積法律 浸積國家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還有什麼好說 其實是沒有的 你還有沒有基本法呢 因為如果遇到有些基本法解釋不到的事情 你就說我要人大解釋 我要人大的決定 不是要解釋 我要人大的決定 這樣的話 其實就等於說 基本法廢了 已經說錯了 就是一地兩檢通過之時 等於基本法廢了 玩完了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 問題是 你不要撕破那塊面具 你當然說我所謂 依法治國 其實是何等的依法治國 即是皇帝 幫國法律 浸積國家 當然不需要一定把那件事 去到一個叫做陰謀論 要怎樣 一模一模仰謀 你一見到其實那個思維模式 就是法律阻住我做事 那我就不理它 不理到什麼地步 又是說回那個習慣法 那個思維上的分歧 你要看回當時設計 一國兩制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沒有遇過那些情況 不一定 為什麼呢 即使去到 你當初搞這個 樂馬州 一地兩檢國下野 你會發覺 其實中央和香港地方政府之間 特區政府是通過很漫長的 討價還價 是最後形成了一個合作方案 而那個合作方案 中港兩邊都是不違法 是可以合法來接受的 就是說 他將這個 中方的土地租給香港特區 五十年 還在那個地方 容許你用香港法律師來執法的 也就是說 講得難聽些 中央有權各樣的 OK 因為你是主權 你主權當然是可以的 哪一屆怎麼退都行 問題是香港不存在這件事 現在幾集已經講過了 我真的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件事 因為基本法是限制了香港政府的權力 香港政府是無權更改自己的範圍 管轄範圍的 明白了 如果這個範圍 再提再一次 你真的找回基本法的附件 是由香港的地域範圍有寫的 沒有說沒有說 有的 有的 是有的 是有的 而這個香港當然也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那就是全部有了 有根有據 有根有據的 那些東西是屬於香港 然後就交還給中國 這個很清晰 否則你也不知道還了什麼加快 你現在 那既然是有個明確的界定 對於香港的所謂邊界是有明確的界定 哪有含糊 絕無含糊 他們今天的解釋 人大今天解釋就是 沒有減選香港的區域行政管轄區域 那就是香港從來都不存在 為什麼 只有不存在才沒有損失 因為香港是一個 當然大家都有拜讀過《蕭公之前》的文章 都反覆看了一個概念 就是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而且是兩個不同司法官 它的地域是兩個不同司法官的區域 這個其實也是 基本法都說了 重複說了幾樣這件事 有一種說法就是 由於香港的土地最終都是國家 所以現在國家拿一些 它沒有所謂 問題是香港沒有權給 不是國家有沒有權拿 是香港沒有權給 唯一的可能性就是 只要中央不管《基本法》 做什麼都可以 因為《基本法》當中的設計 講得明是卡副 將它從中國的司法管轄劃出來 不受中國司法管轄 而不受司法管轄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 鄧小平只要開金口 不關我的事 除了國防與外交 什麼都關香港本地的事 還有沒有這件事呢 很明顯沒有 這件事又不關國防又不關外交 就是經濟上的產權行為 你為什麼說呢 很明顯《基本法》完全不涵蓋這件事 當設計的時候 應該不是說不涵蓋 當設計的時候 是否定了這件事 是否定了這件事 現在中國全國性法律 除非你經過附件衫買進來 就是18條那個 否則你不會出現 你沒有這件事 現在就說 我們不用18條 什麼都不用用 他的解釋就是這樣的 他不是18條 因為18條就是講 全國性法律 但現在就不是全國性法律 我們只是一個 就不適用 但是奇怪 畢竟是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邊境法 是啊 公安啊 邊境啊 國防啊 其他的法律 那是嘛 那怎麼辦呢 因為你是在執行中華大陸的法律 是啊 如果不是那些公安 那些邊境是怎樣 而且那個位置 的確是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司法管轄區域 是啊 那就是在香港的司法管轄區域裡面 又掛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管轄區域 所以這就是疑犀 疑犀了 疑犀了一個地步 基本法都當作沒有 所以 來來去順次這個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 所以最大的問題就是 結果 我經常覺得 如果中國 中國 他不守這個 我覺得 我經常都不覺得 一定要去到一個 陰謀 實際上陰謀 到多少都是成成 我看結果 很冷血 反映了一種思維的模式 的而且 確 上面由 政府去到民間對法律的尊重程度 的確是跟我們有差異 你不是現在才知道 是可以說的 再一次擺明給大家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的法律概念 跟香港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大家有多些接觸經驗 不要有心存幻想 如果大家有多些接觸經驗 你會發現 其實 不要說政府其實都 雙行下效 的而且 對所有法律 合同 承諾 其實 沒錯 當他覺得 那件事是方便 他覺得 你為什麼要被這件事限制住你呢 所以 香港不要經常說這麼多政治 不要犯政治法 你不就是香港現在犯政治化 你除了從政治上的解釋 和政治的需要 你是解釋不到這件事 你是法律 你是解釋不到你的決定 他已經不是法律 完全解釋不到法律 他決定 他是更大的決定 所以 你說香港 不變成 反政治 什麼都會變成政治 你走不走 因為 你就是政治解決 這個政治的解決 不是法律的解決 你可以有什麼後果 就是犯政治化 所以 我只能從後果去說 其實 有一句 我們冷血到爆 不要一面倒地 以為對香港 不一定有害 為什麼呢 有些很過癮的利處 大家是沒有想過的 就是 我們以前香港人內鬥 都只是在香港的範圍內鬥 現在內鬥多了一個很過癮的層面 有什麼容易動呢 就不單是告狀那麼簡單 只要你能夠把麻煩製造得夠大 是要令到人大作出決議的話 你的香港內部的問題 就解決了 我也是沒有想過這件事 是沒有想過這件事的 因為我們一向都活在一個 我們自己 給框框自己的世界裏面 我們所有事情都要易犯 還有香港的法律 於是有很多香港的法律 解決不了的事情 其實可以是由人大解決的 例如 葉劉淑儀就應該會很高興 為什麼呢 每個人都認為領展 是沒有辦法對付的 因為你根據香港的法律 你根據香港的法律 沒有它去收的 其實如果人大只要做決定 把領展給香港政府 那就可以了 不是叫做充公 那叫做還原 那叫做還原 就行了 為什麼不行呢 是可以的 有什麼不行呢 假如你一地兩地都不行 都不行 有什麼理由領展不可以還回香港政府 我前幾天進去新界村屋燒東西吃 就看到橫額就叫尊重基本法 村屋不能拆 又拆得了 我想一下 想清楚 有很多事情 我們以前經常認為 香港內鬥綁傷綁腳 有人做不到 有心無力 受到基本法的限制 那發覺原來基本法 可有可無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恢復了一個 很自由的思考方式 你不需要恢復到原始的狀態 這個人也有 有網絡去問 馮莫斯一句就踢爆 原本是想說這些 後果 最極端的後果是什麼 家科 也許你也讀過政治歷史 我們現在想說 社會契約是怎麼來的 我們經常說社會契約是怎麼來的 憲法是怎麼來的 法律是怎麼來的 其中最簡單的邏輯就是 假如所有事情 都不是大家互相協議 形成一種社會契約 來解決的話 到最後 你只要恢復原始人的狀態 哪一個人都棍夠大 就話事 現在一言九頂 大石砸死蟹 你看到哪一個棍夠大 在這個情況下 香港的問題 就不會在香港解決 也不需要在香港解決 是去北京解決 只要你製造的麻煩夠大 只要你製造的麻煩夠大 是令到人大不決意 不得的話 就已經解決了 是不需要有任何 道德和法律上的心理負擔 有多少事情可以應應 都可以解決到 到底是丁權要還是不要呢 基本法有寫 不可以 即是違反原居民的利益 基本法有寫 你又說 附件三外 我都可以不理 所以有任何解決不了 就奉獻各位 不要再留在一起 炒炒鬧鬧 要打就想北京打 就不要來香港現世 好過一件事情 二柳會很高興 因為不需要在香港解決令戰的問題 大家盲核子摸象 耍盲雞 玩那麼久都沒有他收 其實不需要有他收 人大搞定 所以這件事很過癮地 為什麼又辣又不辣 不一定是壞處 其實自從97以來 都要重複說這件事 不是泛民拉布 而是說行政立法的對峙也好 工商界的利益過於強大主導也好 所以也有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也是泛民以前的棄權理論的後遺症 從來都不會上去跟北京聊天 這件事很過癮 我發現原來跟北京聊天是很好用的 是可以很好用的 視乎你怎麼用的 但是泛民會不會有些不是泛民的泛民 會不會有些不是泛民去聊天 我不知道 我已經想到很多事情 香港有什麼解決不了 除了領戰之外 中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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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的領權 土地供應 做很多的 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深層次矛盾 包括了 主要的主要的問題 不關事 第二個問題 可能跟馮博有些關係 也跟一國兩制 跟中國人有關係 大灣區 所以變成你這個人大 今次不會是釋法的 決意 其實 somehow 你不要說總結2017 其實預計2018 就有一個很不同性質的中港關係出現 我不敢說是否融合 我還未知道 但肯定有一個新的中港關係出現了 港珠澳橋也好 高鐵去到西九也好 其實深刻反過來照鏡 大灣區這下野 林鄭也提出了一個很過人的概念 就是說 重提十幾二十年前 那個所謂 珠江三角爭 發展局的計劃 就是後花園的概念 一小時生活圈 其實從來沒有改過 沒有改過 如果我們有混帳 就算在曾蔭權一朝 都有講過所謂的 曼克頓 超曼克頓計劃 你不斷用什麼名字 其實那個名字 背後他講得很聽的 即是泛珠三角 即是說 其實把香港某一些功能 散了出去 做一個超級金融中心 這是曾蔭權的靠上 但是你也有一個前提 就是窮肯走才行 都不是沒有 之前十二五規劃都提過 那叫廣東計劃 廣東養老計劃 廣東計劃 什麼加科呢 就是說 你的社會成本很重 包括了退休的保障 醫療 住屋 盡量搬到廣東省去解決 其中一個鬆綁了的就是領取三個金 或者其他福利 居港限制 你可以上去 但是發覺有些問題 似乎老人家沒有適應 適應都是小事 你如果聽到老人家最大的意見 反而就是 有很多東西跟不上 其實最初出的這個概念 也不是香港政府 老實說 香港政府真的是抄襲 最初出的這個概念 就是祈福新村 祈福新村 是將香港人有另一個家的概念 通過商業行為解決了 而當時最賣錢的概念 就是在小區裡面 是封閉式管理 第一樣是封閉式管理 不是有少少像一國兩制 起碼公安不會隨便進來 第二樣東西 封閉式管理之餘 配套設施抄香港 包括診所 很重要的東西就是診所 而這件事又可以銷售 當時有很多人在祈福新村買樓 打算退休 當然後來成本完全貴 搞不定 還有很多東西 你只說是診所 醫生不是有醫生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漸漸的這件事 就是貶值了 去到政府提出這個廣東計劃的時候 就是希望 就像馮莫說的 將福利跟人走 不論你走去哪裡 只要你在香港身份證 就算不在香港住 福利也要跟你走 自然就所謂低端人口 就是外移 變成了這個重新報告的問題 如果用回當年納粹德國的講法 這是生存空間概念 The Banserum 就是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絕對不止於香港 擴大香港人的生存空間 大香港主義 所以你從某角度來看 這是大香港主義 本來就是 香港人憑什麼去到國內 享受香港福利 於是你是香港人 很簡單 還有什麼比這件事 所以當時的講法 和現在的氣氛 還有一些大香港主義 還很盛行 還在廣東買地 很多人說的 買地起樓退 有一間店 那些就像畫了一個殖民區 當初的屋苑來香港賣的樓盤 劈頭第一個叫封閉式管理 就是這樣來的 基本上都是大香港主義 所以這件事是否絕對不利 就未必一定 那些控制者的爭執在哪裏 到底在香港居住 這個前提條件的重要性是什麼 老實說 你三顆星要這個明白 就是經常居港 大家都明白 就是行使香港人的部分公民權利 相對來說是要在香港居住的 否則的話 你都不是在香港居住 因為不是常居住的居民 那你沒有需要 那需要的概念很過癮 是沒有需要香港政府照顧你 但是有一個很過癮的對比 或者比較 馮博在智英國 就是讀吳博士回來 有的比較 歐盟也一樣有很過癮的 其實它是福利的跟人走 因此你發覺有很多歐洲人 其實只是打好單官司才確立 其中一個 因為如果是英國 一個大的難題 不過先爆一下 其實要抄招 英國就是一個普通家國家 對折和融合的對象 是什麼 是歐盟來的 打官司打到飛起 極多歐洲議會 歐盟的成民憲法國家 是所謂的 所以你說香港要融合 其實有個前例可鑑 是呀 這樣吧 最後是脫脫 你那件事 爆出來小弟就沒有反愛 沒關係 概念就不用他爆我 其實馬德文說 不說很爽 我早來十幾二十年 然後蹲 我看著馬城朝條的簽 怎麼會不知道 當時最大的討論 就是歐洲有一個很過癮的概念 就是人流物流資金流 是胡同的 前提條件肯定是超過界的 一定是 走不掉的 因此你會發覺 歐盟有一個很過癮的概念 就是如果你的人流 要自由流動的話 你沒有可能 那個人的福利 不是跟著人走的 不可能的 這件事 你就算拆了哪個 就是這樣說的 所以馮波說 打過那些官司 這些題外話已經 概念已經確立了這件事 舉一個例子 打什麼官司呢 除了歐洲的法律制度不同 其實延伸出來很多社會福利 就很不同 其中一個 大家如果有印象 就知道 英國是NHS制度 是啊 就是由中央稅收 沒錯 人人均等 人人均等 但是歐洲行 歐洲行公營保險制度 公營保險制度 公營保險制度的特質 是有少少不同的 因為它是 供的交付大家有少少不同的 然後呢 選擇權是多了很多的 因為你是錢跟別人走 基本上 你在公營保險制度下 就按著你的職業 你供多少錢 你就拿著那個 你可以 福利卡 你可以去不同層的醫院 是啊 但是很有趣 有英國人 跟英國政府打官司 就說他在NHS等很久 你知道NHS 如果是一個香港 你可以在香港分流在地區先走 你在香港的工營保險制度 就會分水 基本上來說 基本上來說 走進進去 基本上是均等權利 而且也由於它是 不會怎樣壓外再收快 所以這條路是長爆的 正常 是個平衡利益 人生的事情 在這個情況下 會發生什麼情況呢 就是一個英國人說 由於歐盟 我等了很久 我要去歐洲看醫生 然後要英國給錢 你覺得歐洲人肯不肯制呢 你沒得不肯制了 原因就是那句 假如歐盟的憲制基礎 那個概念基礎 你問之前的概念就是 人流物流資金流互通 你說得出來是收不回的 所以有很多英國人 原來互相行動 不是只是說 這個概念基礎如何 因為副家背後的福利制度 是不同的 是不同的 第二件事很好笑 英歐融合 另一件事就是專業人士的 互相承認 刑證 又是打到七彩 英國一向都是跟英聯邦玩的 所以大家開始說 香港應該如何開放 那個專業資格互相 其實英國和歐盟的案子 是很有心 小弟當年 無緣無故有美國都不去 歐洲讀書 這是很可笑的 因為那個案子 真的和中港情況 非常吻合 簡單舉一個衝突 大家會有持誠相識 剛剛脫歐之前有新聞 NHS有歐洲醫生 他說他們覺得 他們覺得英文的要求 要懂得說英文的要求很苛刻 告這個英國的 其實當時有余論 不過很快大家知道脫歐 脫了就不需要再咬 英國人已經用腳手票了 假設不脫歐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說什麼 然後你不可以要求他要講英文 等於我們今天發生什麼事 剛剛前幾天的熱辣辣的新聞 醫生為什麼要懂得說廣東話 在英國人 為什麼人都是這樣問 我在英國醫病 為什麼要懂得說英文呢 一犯犯在歐洲 你懂不懂當地國家語言 那麼簡單 而在歐洲有多少種說法 叫合法語言 任何國家的成員 基本上你都說他是合法語言 起碼不會少過十二種 你看歐盟那些 歐盟那些 起碼不會少過十二種 你看看幾個版本 起碼不會少過十二種文件 雖然有些國家比較有趣 像瑞士那樣 它本身要四種語言 四種語言 可能四種語言 炒起來都是三種 但是沒有所謂是瑞士話 瑞士話其實都是德文 有瑞士的德文 這個我們明白 你不會特意叫瑞士的德文 因為德文文件 瑞士文件一定會看 我不用問阿貴 所以單是瑞士英 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三種 所謂合法語言 歐洲只是一個擴大版本 所以英文是其中之一 所以你不能去要求 在歐洲某一個國家 一定要懂當地的語言 才叫做人流物流資 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有得爭論 人家這樣說出來 其實是有機會 可以做到 覺得你是一種歧視 是有機會 是騙著 但這件事到時又會怎樣 但是英國不喜歡什麼 就是說去到歐洲議會釋法 頂你那一番 什麼 歐洲議會釋法 認識很多次 其實我在那邊脫歐的時候 我是在英國 不是 之前剛剛在說的時候 那其中一個普通 不要當那些 一定要跟那些 叫做很高知識水平的人 認識不同階層的 共同指出一個一點 歐洲議會整天 推翻英國的事情 他有主權受損 英國人 當年大卓爾反抬 不肯入歐盟 就為這件事 他覺得是主權問題 結果幾單 證明他沒錯 而且他覺得 歐洲議會 並不是很負擔 是很負擔 英國 絕對不是 因為是全歐洲的 全歐洲 你有代表議會裡面 極有趣 所以 這個Case點 很好的一個寶負 你將來讀 尤其是要幫政府出橋 那些人 就算不是幫政府出橋 至少了解這個情況 也說過 歐洲統一的過程 是極似中港關係的 很有趣的 所以 背景情景很像 一個普通化國家 和一個所謂大陸化國家 不是絕對百分之可比 不是絕對百分之可比 我經常說 就是paradigm 就是框架的問題 你的思維模式和框架的問題 你的範式轉移 是不是可以比較 這一點重要 即使歐洲大法院國家 都已經是一種民主國家 都仍然有這種問題 更何況 一個不是民主國家 但是那個憲制的衝突 是很相似的 即使你撇除了一個 極權國家 一個所謂的開放 即使撇除這個複雜性 本身兩種不同的法律 已經可以這樣做 所以很好玩 為什麼我說 今天人大的決議 對我來說 是冷血到爆的 我不會只看壞那邊 反過來 有一個突破點 就是香港的內部問題 未必一定是內部解決 視乎你 是否製造了足夠的麻煩 人大做的決定 回到微觀層面 就說馮博 專門業範圍 其中一件事 令到當時 你不能夠造成 那個人口資源 重新佈局的事情 就是香港 香港受到本地的限制 居港時間的限制 福利的認受 其實你問 如果給了政府 你問我交了稅 我就已經 當是倒入海了 我管不了他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都說有人 因為稅務的重新分配 而受益 其實是什麼 問題 所以那個論文就是 如果真的要為大香港創造空間 你要把香港問題 不在香港解決 其中一件事 概念沒錯 但之前執行好會有大問題 例如福利分佈的問題 你那個享受福利 是應該哪裏享受的問題 而第二個大問題 就是馮博提到 配套設施 跟不跟到的問題 你看到很多撞板個案 港大醫學院 一切到九彩 又搞不定 就算自己在上面 賽馬會也有一堆 廣東養老戶項目的 互養各方面 其實就罰博性能力極低 是不肯上去的 因為他發現有什麼大事 最後是回來香港 因為說得不好聽一句 其實老人家在最後一段時間 其實聽了入院都比較多 去到那個階段 其實老人家是會 拼向想回來香港 這件事 除非我們可以用一些創意 是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不是很難解決 因為老實說 如果我當他那個人是香港 他回到香港 他的公屋沒有放棄 他有地方居住 他想不到一個理由 為什麼不在香港繼續移民 尤其是當他最後真的要出入醫院 其實他想不到原因 為什麼還要在上面 這樣你解決不了 但是我們想想 最後我們可以疏散到的 所謂低端 我們可以做到什麼呢 你說要引他們上去 或者是擴闊你生活空間 也好 福利是很重要的 因為福利不單止是養老的階段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去看 其實福利是跟你 能不能上去做事 也有些關係 但比一個例子 除非你很高端 你是一個高管 你那個finch benefit 包了很優厚的福利 因為大陸你只是用一個所謂社保 就是公公營保險方式 其實是勾制的 來支付一般的社會福利 這樣呢 但是你香港人 你看到新聞開始說這件事 怎樣令香港可以有同等的國民待遇 有關的 有關的 公社保 你還是怎樣呢 還是你在香港照公營 拿自己的戶口上去呢 你解決不了這些事情 其實一般人是不能上去的 剛剛說了 逐個省市正在走 關於社保那些 住房公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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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單了吧 剛剛才有單新聞爆出來 就是有些中資企業的僱員 原本受聘的時候 就是國民待遇 講得明白的 但是有一件事 是關於住房公積金 原因就是 對雇主來說是很容易的 百分之十二 不是香港的NPM815 做的樣子 不是那隻 是真金辦 掘出來的 在這個情況下 雇主是否肯定 你預計了 斬腳趾被沙蟲 寧願在勞工處打官司好過 所以其實那個已經公佈了行政上 正在視點 什麼時候真正推行 還不知道 這就是馮博所說 打工仔的待遇問題 一般 你以前說香港上海的 如果你說有一個相當優厚的待遇 這個不成問題 你想實施一種說法 就是說 拆牆 就是說 普通一個香港人 你上去打工 可以隨時做到歐洲式那種 歐洲式 歐洲同一到什麼 譬如你一個小鎮 可以 突然多了很多 你英國吃東西 真的沒有東西吃 基本上是好吃的 歐洲食物 真的做到一些小鎮 都可以 一間餐廳 我發現意大利餐廳 真的意大利人 法國人都在服務你 是啊 可以過去打工 可以過去打工 不是授拼這麼簡單 自顧都可以 開了 聘請在同鄉 也可以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所以為什麼說 那個可比性很強 他動的流動性可以到這裏 你說香港人要去到那種流動性上 實現了 就是說 香港人可以的生活空間 去擴闊到全中國 如果實現到這件事 基本上是有很多 benefit 的問題 歐洲可以實行到有個基礎 你真的那個 公民權益是基本上 所以又用回中共的思維模式 又不需要這麼依法 通常中國的處理方式 就叫做試驗 大佬 當然是開過大灣區 試驗一下 可以的 你才會全國推行 我明白他們怎麼搞的 所以那個暫行辦法 我經常都這樣說 暫行辦法 其實可以在大灣區試驗 之前試驗應該不太成功 甚至深圳那一刻 不是太成功 雖然有很多 吸了香港的東西過去 但最後不是完全同化的 深圳和香港 不是完全同化 搞清楚這件事 而經過這個實驗 你發覺中國其他地方的特區 每個都是不同的 很過癮的 不是完全照抄 每個都不同 然後資金樓要融通的時候 前凱是搞這件事 是真的正在走的 是不是真的走得順 我不敢說 就是正在走的 但是你人流 就是這個最滯後的一件事 資金樓你可以說 是正在做的 一直都在進行 你搞一個開放開市都在進行 我一直都在做的 正是人流 正如剛才大家分析 所了解的一件事 人不是人不簡單 但是你跟著人會走的 你上去做什麼呢 又不是三天浸溫泉回來 還有有沒有人浸溫泉 可以整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說要做事 就是所謂的生活空間 可以上去擴展 這樣的話 你就要跟得到 如果你沒有那個配套 其實我們不要看香港 我們看全國 其實是中國行戶籍制度 其實所謂大城市 裡面 城鄉之間 這個最重要的議題 為什麼要堆斷人口的問題 他們是沒有所謂的 所謂的 福利保障 因為是根戶籍 所以其中一個很大的事情 要解決的 就是你那個戶籍 另一個很大的國家 比如美國 這樣才算 人家拿著那個 社會安全 可以走 他們的流動性 就差很遠 但是中國做不到 始終他的城市差異極大 做不到別人一般 所謂比較發達的國家 就算他比較落後鄉村的地方 其實他的基本福利配套是OK的 不會差到好像中國差異那麼大 所以他實施的所謂人流流動 是有這個條件 但是中國那種流動就是 嘩 所以其中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其實大灣區這個問題 其實福射全部都應付 我們先想到大香港的概念 其中一個內地 你餘得這麼多 因為很冷血 就這樣說 我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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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癮在香港來說 就是那句 如果香港的問題 如果香港解決 是可以捉中國落水 在中國裏面解決的話 其中一個可以解決的 就是你經常說沒有屋住 沒有退休 立即解決大部分的事情 但是不是真的 願意這樣做呢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因為牽涉到另一個事情 歐盟和英國 尤其搞得脫歐 都是為了這個事情 你是互通的問題 是互通的 搞不到 有些位是搞不到的 有些位是搞不到的 這個肯定是 但是正是正做 我們有一個萬能的宿維埃 萬能的宿維埃 是好用的 歐盟很多 有些事情 他不用跟著條文 做得大佬 所以這件事 你怎樣利用 這個很重要 你爭取加坊 當蘇維埃成為自實 那中文維埃成為自實 那中文維埃成為自實 再香港成為自實 新思維 為何是2018很精彩 這樣做 因為中港新關係 我不是要融合 不融合 是新關係 而這個新關係之下 到底互動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我覺得 以香港人來說 最緊張的反而 就不是 到底會不會擴大 香港的生活空間 反而你是要平等 對待互動 人對差別 你怎樣做 很重要的依據 就是如果人家當你 國民待遇 你是不是港人待遇 你能不能夠 十三個人下來 都是港人待遇 沒有可能 那怎麼辦 他自己內部 都沒有自由流動 沒有話題 所以有很多香港人 都以為你真的會平 中國人都不會平等 對待自己的中國人 他有什麼可能要求你平等 對待他 沒有可能 沒有為他人所難 他自己都是低端人 有些人不用這麼說邏輯 有些人沒有邏輯 人會怎樣分 高端低端 他就有低端 你咬他吃 基本上你說 中國是否要求 一定要這樣平等對待 未必 視乎你怎樣爭取 怎樣開這個位 所以這件事是絕對可以斟著的 當初走錯了大步 就在聖良那條憤腸 爭取自由行 當然 這樣來 不關人事 中央其實從來沒有強加這件事 這件事不是他的要求 是你自己要求強加給你 已經說了是否應付到 結果應付不到 這麼簡單 這是歷史事實來的 反過來 現在重新審視了中港關係 知道是這樣的玩法 會不會是不同的玩法 提醒大家要想想這件事 你爭取什麼科 未必一定要平等對待 也未必一定要想基本法 大家那個框架 還是覺得很廣闊 很廣闊 經常說 是泛式主義 什麼都不明白 現在都要多明白一點 香港有些事情要鬥 可以跟北京鬥 不需要香港鬥 不需要關香港事 有些事情你不需要根捉基本法 甚至不需要根捉香港法律 以為綁手綁腳 未必一定有這樣的事情 古著人可以坐小頭艇 我們現在去到2017年 還有什麼 盤點一下 盤點一下 香港得失如何 這年我們到底做了什麼 然後得著什麼 其實今年什麼得著 都蠻糟糕的 除了行指升穿頂之外 如果金融難民之源涌下來 走不走 波幅很大 你肯定是 但過去香港沒有損失 雖然賺錢的立場來說 沒有人會有異議 除了股票互通之外 債券互通 未曾互通之外 所以我們行頭暗湧已經非常清楚了 其實各大中資對香港霸具點 所以香港怎麼忽然之間 政決市場也好 金融市場這麼活躍 就因為中央已經爆響 終於爆了這件事 所以資金流下 三年之後 香港的投資人當一國 真的是國民待遇 他說 因為之前你還是 落雜放舊 你要某一個尺寸 要根據SIPA 有什麼條件 然後又要中資做大股 做小股合作 那些諸如此類 三年之後 據報 起碼現在開口牌 說出來 就沒有了這個要求 所以其實有很多 就是出口轉來笑 就是下來 變港資上去 沒錯 他下來香港收購金融機構 然後變成香港金融機構 進入國內 做國內金融業務 但這個金融業務 就不是純粹以前的國內金融業務 而是反過來 是在香港操作國際金融業務 而這個國際操作 是極大的成份 是中資主導的 那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香港不能夠主導 也未必一定 但是 又有一句 因為你沒有想過 反過來想這件事 其實市場是開的 如果真的是國民待遇 我們敢去做 或者想不想去做 會不會去做 這幾件事是值得要想的 對 經濟方面 樓市各方面 都是經濟難民 炒到上頂 十幾二十億買樓都是這樣 給一億稅 十幾稅 那些 亞洲樓王 亞洲樓王 都不一樣是主 所以你說樓市會不會跌 你純粹從金融難民的角度來說 就跌不下去 但是 錯的問題 不是在於別人炒不炒 錯的問題 是在於 為什麼你沒有供應 搞清楚 這件事 不一定 只是說 因為這個 印鈴指量化寬鬆 不是那麼簡單 每個國家都會做這件事 但是別人是會 相應措施 去抵消了負面的影響 香港沒有的 就是 你的供應依然是香港主導的 所以你說 是否可以在香港範圍外面 解決這件事 想不想 值得想 還有什麼想 就算盤點 剛剛DQ完之後 就收割去議事規則 正常 預算了 一定會殺過來 我不知為什麼有人想著 不會擴大戰線 什麼叫做 大和解話 死了就有大和解 預測內斂 立法會有什麼樣子 看保選搞成什麼樣子 現在有一樣事情 大家想不到 到保選是一片冷清的情況下 建制派大贏 還是原本那幾個位置 給原本那範圍的人 如果原本那範圍的人 就多了一個很過癮的 所謂的超清點 先前講 有時候 就是建制派做來害阿爺 你無端端把 開會人數 減到 70除二等於20 那一隻 我圍不到這些數 有人圍堵 70除二等於20 泛民隨時都開到會了 不是劉會的問題 建制派製不製造劉會 建制派都製造不了劉會 你明白嗎 只要有二十個泛民坐在這裏 就可以開成會 所以這個不一定對中央有利 這件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哪個大拋和林 這件事出來 純粹想偷藍燈坡 假設他們會坐在這裏 假設只有二十個人坐在這裏 所以只能 верter 只能持續借居what 就是其omen 任何人往後 方也會 installed 好啦 oll 因為本に 加上海派起 同樣道理 建制派也留不到會 如果 몇十個泛民坐在這裏 為什麼 就算 我不知道這些 建制派有好處 如果他認為有好處 的話就ognito 風速軟頭轉 明年會出現 到這個補選過了 這個位置是否真的回到原本那幾個人的手上 或是在那路人的手上 這就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件事 3月1日才看 是不是現在 你不會這麼快出現 3月才發生這件事 估不到 老實說 剛剛新聞出了 之前贏過山頂那個 張生月的老公 自由黨那位叫做 其實我不太記得 我自己聽到老婆是誰 大細超 那就不算了 很清楚應該有誰出了 現在只有一個 正常 鱷兒應該都明朗了 建制派協調到 泛民的初選還是正在發生 據報是周小姐 周小姐那邊就不用協調 因為他們已經有人出了 同黨有人出了 另外 另外兩區 新東和 九西 清正和 沒有人出了 所以 泛民就要這個初選 但是現在暫時似乎推出來 新東那邊 張秀賢和 法國威 仍然似乎是 未知結果 大家拭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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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了我 不需要 另外 如果你是在 九西 九西 馮檢基又出來了 阿時永恆 阿時永恆 估計他應該是不行的 看錯算了 看錯算了 沒人說的 不可以入閘 感覺上都很敏敏的 你說周庭在港島區 陳家沛 鄭永遜 另外一邊 建制派一個人 終於出來了 感覺上都未必拿回來了 法文 有機 但是就算不拿回來了 你的數目也不少 所以這個反而就不會覺得你那個議會有什麼和平會出現 朱凱迪已經出了聲了 會進一步行動 會進一步行動 要十倍奉還 那可以怎樣十倍奉還呢 但是起碼曾鈺成已經說了 這件事是不會令議會和平了 所以我不覺得這件事會有太大的意外 你依然是會議會拉鞠 但是拉鞠那一刻正如剛才所說的 中國關係是不同了 外國環境是不同了 你的議會是不是那麼重要呢 未必一定的 你議會連咬鬼沒用 人大決議已經可以了 你廢鬼了 不是說在香港內部 爭拗令人廢鬼了 所以這次大律師工會也有一個很過癮的反彈 暗影又出現了 暗影又出現了 陳明敏出來了 現在你會發覺 即使法律界也會有很多暗影出現 而這個回計界的過癮 新一界的幹事選舉 全部都是 新進那幫人都坐進去 所以你會發覺在專業界別裏面 就不只是上一次選舉出現那個 民主三百家的影響那麼簡單 是會再深化的 深化的速度和闊度 是有機會令中央措手不及 你看大律師工會的應治 我們看一個管治 政治學上的其中一個概念 分析香港 都會說香港不是一個 我們是一種用政治擺在議會裏面談的方式 一向都是法團主義的 政府主導的各個主要的專業行業 商業 商會 專業的組織代表 所謂密室政治 談好的港英時代 所謂的官商勾結 大家都知道了 說得好聽一點 就叫做有商有商 是呀 是呀 談好了表決 相對來說 不是表決的時候打架 透過正式的議會政治 去進行利益協商的成份 一向香港就不算很強 一向商會及專業人士的行會 在政治上的代表一向都是超強的 現在那個反應 那個點 所說的就是 那個似乎的議會進一步 所謂好像變得廢了 但是一向在本地裏面一個對於政策那個 在那個所謂micro層次 在政策形成的過程當中 議會的功能不同了 應該就是說有一點點 我又不是那麼悲觀的 不加科 有一點點回復健康狀態 怎樣回復健康狀態呢 我經常說這個很冷血的一件事 議會投票是最後一步來的 真是理解清楚這件事 任何成熟的民主國家 是傾定掃裂才會投票的 你投票只不過是將這個結果 賦予一個合法性的形式 弄清楚這件事 未玩過政治可能完全不會玩這件事 弄清楚 你不是擺到去議會來投票表決 表態 最後你是表決不了任何事情 假如這件事未解決的話 多數你去外面 不要去密室 但起碼是討價還價 因為有一個政治過程 傾定掃裂 搞定了 然後方案大家去表決 最後表決出來的方案 大家公開認受 大家的氣狂了 你總不會搞到傾定掃裂 扔上議會來表態 所以無論你是否在議會民主裏面 他都一定有一個 和政府與其主要的利益代表 協商的過程 當然在一個正式的民主國家裏面 會變成一個三腳椅子 議會政府和利益團體 其實都是會減少關係 現在你拔走香港 一向另一個議會的腳 不是太重要 有一段時間 我們覺得有機會有個真普選 覺得他很重要 所以會不會 正如聘合兩件事 看上來 向上是向一國 和北京談 向下 其實回到原來 即是所謂那個 真真正正的 所謂實力政治 可以說的 就是real politics 即是 大家如果 心碎清的話 記得以前有一個 很過人的說法 香港的管治程序 那個決策程序是怎樣的 先在馬會 再是匯豐 然後才到港督 and in that order 即是說 以前英國人的管治 模式 那個政治過程是如何的 就是有一班 代表社會利益的 在馬會裏面 自己的社會環境裏面 談判了 覺得可以做 然後給大掌櫃 匯豐銀行的計算 都計算了 然後才變成一個法案 由政府 蓋章定論 所謂行政主導 不是那麼多行政主導 所以是行政主導的形式 而真真正的 所謂令以前 港英政府 以會有效的 還有什麼加科 在未曾表決之前 已經有一個很成熟 很穩健的協商過程 完成了才是表決的 港英 其實一直都說 立法會 立法局也是廢的 但是吸納那一刻 吸納也好 但是在他之前的過程裏面 諮詢也好 名為諮詢 實際是討價玩家 實際上已經抓了一部談戒 吸納政治 會不會意味著我們 顧與德那本書的回顧也有 所以會不會是 新的形勢 似乎議會就進一步變成 大家知道是橡皮圖章 變成廢 但利益的協商 不會消失了 不會消失了 仍然需要有過程 所以向上就可能是 望一角 鄉下回復港英那種 同行業商討的 所以那個過癮的地方是甚麼呢 反而反過來 是破除了行政給納的主導權力 不是說以前那裏不成功 所以行政給納有一點點不同 後來你發覺 共產黨玩統戰 全部都是收歸國有 所謂的組織要聽黨組織的話 其中九七之後過渡期 有一個似乎是這樣的趨勢 當你越來越議會 強勢出現的時候 是吸納了甚至浪費其他東西 所以有一個很過癮的現象 以前港英那套 很 暢順的諮詢制度 不可行 諮詢制度不可行 很多人都不可行 所以有些人說 香港太政治化了 有這樣的說法 因為你用了議會 吸納了所有這些聚焦過去 焦點去了議會那裏 反而反過來 討價還價 那樣以前 一向有做的 就沒有做到 所以才多矛盾 撐到行港不行 等於上次醫學界的 那個梁家樓反抬事件 風修國的一個 醫委會 醫委會的組成 結果都搞到 劉會收場 就是這樣來的 你談不上數 你談不上數 下擺表決 你以為一定是建制派贏的嗎 不一定的 所以反響就是反彈 什麼加科 你廢了議會 即是變成橡皮圖章 總之主席說了事 結束的反彈什麼加科 大家不會將寄望放在議會那裏 也就是政治程序呢 我們只要將時間再兜回 在90年代彭督來之前 港督永遠是 當然的主席 是啊 一言堂的 其實老實說 阿督也一言九鼎 他真是一言九鼎 不過我們又說回那個說話 其實管治說 總督大人的憲制權力 是至高無上的 背後是土格玩家 所以我 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港英的官商合謀 好聽一點就叫做 官商合作 都面對一種新的挑戰 在回歸 尤其是十年多了很多本地的政治學者 都做了很多研究 其中一個說的就是 以前 港英因為要如理薄兵 去平衡香港的那種不夠勢力 所以其實對於商業利益的操作 其實他是所謂有一個 大體上是公平 一視同人 然後雖然他是親相 他是親相的 但是不會有個別的利益 可以走去跟英國 因為好朋友 所以可以搞亂那場 但是 學者們的說法就是 在回歸之後有一個問題 就是由於大陸 用很多方法去吸納了他們 授予地方很多地方的政協 變成借助的外力來 剛才剛才說的 看剩下這件事 香港問題不可以解決 其實你想想梁振英的問題 都是引了很多不同的勢力 其實他舊時那套 所謂官商和諧協商 那個基礎就是 港英本身因為他是外來的政權 他相對來說 其實他沒有什麼本地基礎 他基本上要擺平本地的主要精英勢力 所以他不能有太過範 沒有太緊要 但是這件事的基礎似乎在回歸 就不同了 新的官商和諧協似乎是一種新的形態 那個平衡有些東西打破了 所以對某些政治學者來說 其實那種的官商和諧協 是不是真的能夠 將個宗調回去 那套東西又誤回呢 似乎也不是那麼簡單 不同了那個氣氛 但是那個手段會似 因為事實上那個 所謂有實際社會影響力的團體 都是那些來的 都是那些人來的 都是那些所謂精英的概念 精英的取態很不同 以前你大條道 你說我不講政治的 我討厭政治的 實際上他在做政治事 他只會行政吸納你 不是一個政治過程 但是政府拿了你的意見 OK 那你表面上不講政治是其好 那些是政治的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以往的所謂本地精英 他是不能夠去到倫敦 當然可以去到倫敦 當然可以去到倫敦 都可以去到港島背脊 但是他說現在多了 就可以 很少可以港英的政策 會讓你這樣去到他的背脊 一來吧 現在就不同了 可以的 上兵可以去到二了很多 上兵可以去到二了很多 所以那個平衡 那個基礎 已經是不同了 還有另一個不同的趨勢就是 所謂華資比中資取代 這個很清楚 先說出來吧 有一個很個人的互動關係 很個人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不僅如此簡單 反過來香港人以前 少與國內打交道的話 是少利用他的國內分歧 國內每個省市都頂到行的 每個省市都頂到行 只不過香港人以前不懂得玩這件事 只是看著他們互鬥 反過來想想 你都是拉一派打一派 正如現在 你可以拉北京 又是打領匯也可以的 什麼叫做不行 拉北京打上海 拉上海打四川 也就是國內本身有實力 有資金 有能力 大有人在 你用與不用呢 你自己想過了 怎樣用 反正是不是都來的 那就是有一個新遊戲規則 有一個人的新遊戲規則 不要以為一面倒 有港英的舊時代的規矩 其實很多基礎已經不同了 很多基礎已經不同了 問題是你要懂得玩才行 你不要那麼傻 所以我們不是說 將那件事簡單地回復 港英的舊制就解決了 向前看 為何有很不同的形勢 所以為何經常說 可比較 值得比較 值得研究 是歐盟的模式 你如何將那麼多 不同的政治實體 拔在一起 人流物流資金流 是work的 你還有好處看 就是這樣 反過來 鬼打鬼的時候 那麼多國家互抽 中國各個省市互抽 是一樣的 你有沒有利用過那些下野 有沒有玩過這件事 我不知道你真的認識還是不認識 很明顯 以前就算是港官那班 都不太好吃 很過癮的 是否能充分利用 香港特殊優勢 所以我回到那個老話題 你有沒有機會 拿大灣區來試一下 大灣區都涉及不同的地方利益 大灣區裡面的差異都大 很大 當然地區經濟分工 和事實上 如果就這樣看經濟發展程度 的確是有幾個省 幾個市是比較突出一點 當然是廣州龍頭 如果說經濟發展程度最高是深圳 深圳最高 另外大的佛山 基本要看各體的城市 廣佛計人頭計是有錢的廣州 佛山是有錢的廣州 佛山 佛山我就這樣看 我不知道 就這樣看他的statistics 因為廣州還有很多外來人口 有些要計算 大概差不多兩萬美金 人均GDP 深圳二萬五 香港就四萬多 深圳大概香港六成 廣州大概四成 其實有些人當然經常說 大中的矛盾也同樣出現 其實已經去到那個位 如果我們經常說那個所謂拐點 拐點就是 其實廣州也很頭痛一樣 你不要認為香港的矛盾 廣州沒有出現才行 你讀書的外來人口 受不受話 你那個醫念的外來人口 受不受話 大哥 他說你分薄了又怎樣 另外一個很尖銳的矛盾就是 福利的分配問題 不單止是同外來人口 例如開始也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以一個 作為一個充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的地方 他的福利是遠遠落後的 是啊 有一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 攤博了 攤博了 沿海省份 一向整個中國報局都是這樣的 基本上是沿海補貼幾省 廣東也補貼幾省 內部的矛盾都很大 其實是很大的 你說廣東推普費月 很多廣州的小朋友 現在不懂得說廣東話 另一個同時間發生的就是 那個 那個叫做 張力 內部省份的張力其實是大的 因為他們要真的享受 他們賺到這麼多錢 但是要真的拿到享受 你要花得到的錢才是你的 是啊 花得到的錢才是你的 賺到的錢是沒有意思的 賺到的錢不是你的 花得到的錢才是你的 這些矛盾將會越來越浮現 不如我們看廣東港福利服務的 其實廣東的全國最先進 因為首先第一批抄香港 他們都遇到一些問題 他們遇到的主要是一個 當然一方面是所謂的 專業服務團隊的建設 接不上 始終是underfund 因為財政問題 所以那個問題是很大的 所以他們也都有 你說香港當然現在他們會有自己的 不再是八十年代的那種前鋪 後居港區的那種感覺 但其實你說融合是否他們 不要你呢 或者他們也有東西想 他們也在想出路 所以你說有些事情還有很懷疑的 所以你說中港或粵港大灣區融合 其實就是開了一個很大的 很不同的玩法 很不同的玩法 我只是說回那一句 就是大陸區附近周邊地區都在想出路 他們的矛盾都相當之大的 不只是香港作為一個有矛盾的地方 但反過來香港如果有機會 香港某些團體 有機會利用大灣區來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 你問我為什麼不 純粹是以戰論戰 如果可以利用到那個地區的特殊情況 令到你的生存空間大了 令到你的活動空間大了 有什麼下降 就是唯一想到香港這一邊 會有什麼代價 你完全不想 這件事就不合理 就殺到身上了 中港形勢就殺到身上了 有時候想到香港的 有很多人叫作困仇成 這就是其中一種看法 角色作困仇成 另一種看法就是借力 有沒有想過借力呢 沒有嘛 很多人沒有想過借力 反過來香港一向都玩借力 香港一向都是用別人的錢來玩的 既然有這麼多資源在手 有這麼多機會在手 有沒有想清楚可以怎麼用呢 很多人都沒有 我不知政府有沒有 林鄭跨下海口 人流物流資金流 就是要抄襲歐盟的口號 或者他抄襲歐盟的口號 有沒有抄襲歐盟的政策 有沒有抄襲歐盟的措施呢 不多覺了 不多覺了 如果你說香港 當然我們說 我們始終說香港 不需要說法律 但實際上 其實香港要維持 目前的地位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別人的外局都覺得 還要是你講法律的地方 所以仍然是覺得 其實有一班人我相信 是會有很大發威的 就是真的知道歐洲怎樣玩的人 其實他們是要的經驗 思維模式的問題 因為真的很不同 我相信 他們最終分手的原因 就是法國不合 但是我們 在我們新形勢下 當然不能說分手 都不是不合的 看看英國脫歐那一刻 他是遠脫歐 看英國脫歐那一刻 都要細心留意公投 那個構成的問題 到底什麼人贊成 什麼人反對 想清楚了 很過癮的 跟香港是相反的 英國脫歐和香港的 這個排中 那個構成是相反的 英國那邊主要贊成脫歐的 是老人家來的 主要贊成留歐的 是年輕人來的 也就是說 如果我經常講的 痛感效應 你不會太痛 你不是受益的人 你不會覺得好處 為什麼英國和歐洲融合 反而是年輕人 大力贊成 機會問題 就是這一下 為什麼他們會覺得 機會不同了 或者效果不同了 你不認真研究 發覺香港 搞政治搞得多差 你就知道了 香港就搞得絕大部份的年輕人 是反對中國融合的 真的 我真的打爆腦了 你反過來看英國 你真的完全反過來 是那些很保守的老人家 才不想英國融合 正常改變 改變了時小 他覺得有些東西是不同的 受威脅 但是年輕人 你發覺完全不覺得 因為他提供到的機遇 給年輕人 不只提供到 實際上是未能受到的 很多人沒有留意這件事 但是 當然你不能說 歐洲和英國絕對可以 相比香港和英國 但是你可不可以抽一些可比的出來 去比較 或者一些可以利用的地方去利用 沒有人想過這件事 是沒有的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就是 小弟的其中一個 範疇 就是所謂專業資格 如何 認範疇 歐盟是有先例的 所以就 先說了那麼多 說了那麼多 說完之後 我就不用吃飯了 不是 說了別人都差不多 你就不相信 說蘇聯界 看來有人能夠熟過 我就不相信 同樣道理 其實那個分析都是歐洲做的 歐洲和美國的取代很不同 香港最不便宜的是什麼呢 香港最不便宜的就是 我們留英留美的專家很多 留歐的很少 甚至留英而研究歐洲 都是少的 所以你說別人的經驗 如何可以參考 如何可以利用 你真的有多少人 可以將這個成果轉化過來呢 我都覺得很誠意敏 所以 那些招式是排在這裏的 大家看不懂得抄 所以我冷血的這件事 既然今天也免得說太長了 既然已經成為事實了 胡蘆說什麼樣 今天已經全部都揭曉了 其實人大決議 蘇維歐的模式是這個玩法的 你中港的關係是不同的 在新形勢之下 你如何利用這個關係呢 2018年 大家看看 會不會捉到那些東西脫角了 好了 今晚就 那麼多先了 謝了 不好意思 早一點點收個米 另外就多謝我們 Adrien 肥仔 他在日本買了手信過來 鼓勵大家買手信 不只是貓有份 OK 今晚2017年最後一集 下一集就要跟大家 2018年 開2018年的話題 看看我們前瞻的事情 有多少2018年會發生 好嗎 拜拜 拜拜